另一方面 巴巴风灾即将发生满周年 但是选择原乡重建的那马下乡的民族村 因为被化为不安全部落 重建几乎都得自己来 当雨季来的时候 乡民自立构地 想要新建避难屋 却因为建料没有办法遇进山里 工程停摆 让灾民非常的担心 残破的防射 还有被土石流冲坏的汽车 巴巴风灾发生将近一年 但那马下乡中受创最严重的民族村 灾后景象依旧 重建的速度很缓慢 连村民要盖避难屋都困难重重 整地推平的平台是村民集资150万元买下的土地 早在今年4月就已经设置好6座地基准备盖避难屋 但因为进入雨季 水泥御办车或砂石车 都不愿运建材到山区 遇上高雄县政府来勘察 村民赶忙请求协助 不过村民也很无奈地说 避难屋其实是他们迫不得已的选择 我们暂时在这边用中继嘛 如果说连三连这边我们底下的村庄OK的话 我们再搬下去 真的是没有办法的话 我们就决定是在这边 应该是要这样让我们有这个做选项 由于政府不同意原乡盖中继屋或永久屋 留乡的110位村民眼前只能够利用避难屋来度过台风季节 因为领外道路都是溪底变道 只要降下大雨村民就无法撤离 台风天可能对外跟我们平地还是要中断 所以我那时候也告诉我们乡亲说 你这个地方每年你要有半年 半年的这个路段的 时段时通时段时通这种打算 县府表示选择原乡重建 灾民无可避免得忍受每年可能有半年时间成为孤岛 不过那马下大部分乡民还是坚持原乡重建 不只民族村隔壁的民权村也已经选定一块平台 要重建为那马下的行政与文教中心 记得网纪村蔡明校高雄报导